BPI-M3 BUS 介紹 這是我們設計的BPI-M3的盒子 分成底座 兩個部分 那它的安裝相當容易 底座這邊有一條 讓我們的上蓋 對準勾槽 壓下去 這樣就完成了 盒子的安裝 我們來嘗試使用 M30G來裝 BPI-M3的 板子 直接把它推入 我們設計好的底座中 孔洞 需求 簡單的推入即可 很輕鬆的就可以把它推入 當孔洞推入之後呢 再把蓋子蓋上 第一點就是我已經把 SD卡卸下來 因為SD卡在這個位置 它會阻擋我們的上蓋卡 卡水 所以我們需要 把蓋子組裝完之後 再把SD卡 插入 我們的 底座 這樣就完成 所有的孔洞 都是正確 那我們有特別留散熱孔 在盒子旁會看到比較多的孔洞 這樣是一個很容易上手的 M30 BUS 而我的 顏色 有 很好 是 然後